为抓手推进了执法规范化建设 在泰州海陵区的行政服务中心 已有26个部门进驻 入驻许可服务项目151项 群众在中心办理事项后 随时可在大厅内的电子屏上 会以其他方式打开海陵区政府的网站 对窗口办事人员 特别是实权科长进行评议 截至目前 网络投票已超过13000多人次 洪素琴市区信放局办信科科长 已连续两年被评为 海陵区十家人民满意中层干部 通过这项活动的开展 真正把执法工作的评判权交给了群众 促进了我区职能部门 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提高服务的质量 在高岗区 村民直评民生部门 基层直评机关部门 各界代表直评区四套班子 三大直评体系 覆盖全区三级党员干部 党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各界代表 以及经济社会重点领域 通过推选代表 平前公示 调查走访 公开陈述 当场评议 落实整改等六项流程 实现了直评工作系统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 近年来 经过直评 八个基层战所被问责 三人被调离岗位 通过他们的执评 让群众自己质疑 自己答复 帮助党委完善的决策 监督的政府 日法行为 开门评议 促使泰州市基层执法工作 实现了从管理型 向服务型执法的转变 全市基层执法单位 新增服务承诺 4800多条 推出便民措施 3900多项 省政府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旧我省收费公路 重大节假日 免收小型客车通行